去年呢,福建西城镇的小廖和一见钟情的小吴结婚了 可是结婚一年之后,这小廖才发现自己的老婆呀,竟然是个双性人 原来呀,这小廖和小吴结婚一年多了,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小廖就带着小吴上福州的大医院检查 可是结果却让人震惊啊 拥有靓丽女人外表的小吴竟然拥有男女两套完整的生殖系统 这样两个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由于不能接受老婆是个双性人 这丈夫小廖就提出了说要离婚 但是就在离婚这世上两人出现了纠葛 两人因为这个彩礼钱该不该退,退多少是正直不休 甚至还闹进了游西县的西城派出所 来听听我们网友朋友都说了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做得太绝情了吧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下边这位朋友也说了 这结婚前的体检都检查不出来吗 这女孩也够可怜的了 要我说两个人走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而且谈恋爱本来就是个你情我运 如果说走到尽头了不能挽回 也没必要因为一点彩礼钱 闹得是沸沸扬扬 进了派出所 全国皆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